南海资源丰富,一直是各国兵家必争之地 台湾环保署和美国海洋与大气总署NOAA 以及美国太空总署NASA合作 与南海东沙岛和太平岛执行长达五年的温室寂体 和升值燃烧污染物,悬浮为例的监测 希望借由长期监测资料和释出 向中国以及其他国家宣示台湾在南海的主权 台湾、中国、文莱、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等国 皆能主张全部或部分的南海主权 台湾在南海设置环境品质接测计划点 环保署兼资助处长蔡宏德不讳言表示 有点算是先是煮钱的那种味道 在这边我们测,我们提供我们的资料 那就表示这个地方是我们的 台湾也是唯一将南海资料供给全世界的国家 各国在网络上都可以看到台湾的数据 蔡宏德说 南太平洋这一块,我们顺着是跟长龙合作 长龙海运,还有跟华航都合作了 所以这块那个回机会出去都有在测 环保署表示,台湾地处东南亚北原 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家 经常在夏季大量燃烧农作物和树木 产生严重的空气污染 再加上工业污染排放造成致癌性的埋害 也就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称为的亚洲河云 会随着低层盛行季风与高层西风传送入台湾 每年1到3月是最明显的季节 因此环保署与美国海洋大气总署 和美国太空总署合作执行七海计划 参与的国家有台湾、泰国、越南、印尼、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七国 按就东南亚地区生殖燃烧物的化境长城传输 结果发现南海二氧化碳浓度近年来年年攀升 2014年达到401.7ppm 比全世界的平均高了约4ppm 南海环境监测计划成员欧阳长峰表示 我们发现是说在东沙岛这样的一个海域的温室气体的浓度是逐渐在上升 我们浓度也比全球平均要高了一些 也是持续在上升的趋势 由美国NASA在南海主导的气胶辐射监测网并未包含中国 环保署承办人徐洪博说 美国跟中国大陆之间他们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考量 一个是测站点位放置的位置 另外一个是说数据公开的一个采信的一个程度 他言下之意表示中国自己发布的监测数据难获美国采信 美国2010年宣誓重返亚洲 一级代表确定介入南海争端 而美国战略布局中最主要的战略对手就是崛起的中国 美国除了在军事上战舰调整部署外 学术上拉拢台湾与东南亚国家进行南海环境品质监测 可以看作为另辟一条非军事战线 而台湾也藉由监测资料向世界宣示南海主权 隐含着先研究先营的战略部署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苗秋菊台北报道 选择 作词